那現在我們這個訊號是攝影機FG1000 同時送電視 同時直播 同時錄影 錄影不是在這裡錄喔 這台機器因為有很好的鏡頭它是做訊號用的 這裡有做錄影 它可以錄19201080 聲音也向同時錄製 聲音的部分我們音訊打開 這邊打開 打開到時當 Wants 這裡有聲音在這邊 這個表 Wants 這邊要打開喔 聲音這邊打開 Wants 聲音就來了 那麼 這個系統的好處是 它沒有監聽啦 常常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邊接一個 耳機 這個耳機就可以聽到聲音了 那這個盒子5980 那麼它同時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獎金的時候可以用 手機 送HDMI訊號到這裡來 或者筆電送HDMI到B來 你就可以進行切換 子母畫面自由切換 這是很多 宗教團體 他們就買這一台叫全球通 6.81級的全球通 這個叫EFP2 那麼聲音的部分有三個 這裡可以上無線麥克風 這裡可以上無線麥克風 那這裡可以上另外一台攝影機 可以自由切換 總共是9580 5980 這兩台機器買下去 再配合 一條 FG先用的 大小頭的線 然後再配合一個 我們的ST10 那麼你就可以固定好 加在你要的位置 所以 一個HDMI輸出到這裡之後呢 這裡會送出兩個訊號 一個是 USB 那就是給我們的全球通 HDMI呢 送到你的電視上 或者是送到你的會議去 都可以 分成這兩個部分 那這裡就會錄出一個 比會議還要漂亮的結果 因為會議錄出來的畫質很差啦 那你要留整紀錄的話 這裡就有一個可以讓你留存的紀錄 就是高畫質的紀錄 好 那這個畫質呢 也可以自由調整 那這個可以錄幾個小時呢 這台機器如果說 要錄到高畫質的話 解析度點明確 1080點明確 確認一下之後呢 畫質30 一般畫質 我們可以選擇高畫質 超高畫質 那我們看它這個編碼 德斯H64 可以錄48個鐘頭 就有夠耶 你才10個鐘頭 這可以錄48個小時 那它的紀錄方式是 FHD的 那你如果畫質要更好要4K的呢 這台機器要升級到 3萬5千元的 就有4K版本 就可以從這裡送4K進去 然後錄4K的畫面 以上呢 大概就是FHD1000 要直播 要錄影 要上字幕 這個方案給您 好那上字幕在這邊 譬如說這次主題 我想把字幕全部 一次給它上掉 你就隨便 就安排個字幕 它可以跑馬燈啊 還可以自己 隨意打 想要怎麼打都行 就可以跑字幕了 還可以上LOGO 那你就不用後期剪輯花那麼多的時間 FHD1000 直播 錄影 上字幕 切換畫面 HDMI輸出到電視上 同時作業完成 謝謝 FHD1000